上次不是开始的那个七伯和礼佛大忏悔文 不是这个宵夜吗 那是否有的同学问 大悲怒 你也讲过大悲怒也可以宵夜 那这个大悲怒宵夜和这个七伯宵夜和礼佛宵夜有什么不同呢 我要举例子了 跟爸爸妈妈说对不起 跟老师说对不起 跟警察说对不起 都是说对不起 有没有关系了 都一样吗 一样一样一样 一样是一样 就是看你犯什么罪了呀 你犯什么罪吗 你也有什么经文呀 那大悲怒策动于哪方面的罪呢 师父 这个问题 大悲怒你想一想就知道了 大悲怒求菩萨给你能量加持的 能量减少了 犯这种乱七八糟的病了呀 就是身体上不行了 力量不够了 血淫了 明白吗 然后被人家坏人欺了 你跟他对打啦 跟他对打官司啦 那这种消这种业的呀 明白了 明白了 因为缺少能量的 凡是缺少能量的业都是大悲怒呀 那么那么 七佛呢 七佛们比方说刚刚嘴巴里骂一句人啦 刚刚不当心打了人家啦 偷了人家东西啦 这种马上 马上让菩萨先知道 挂个号 我错了 然后为什么要礼佛呢 看看礼佛里面有多少菩萨 有多少佛啊 叫礼佛叫全方位的忏悔 所以礼佛最厉害 念一遍嘛 小子要不知道多少业障啦 哎呀 明白了明白了 你这样说我们就明白了 你去问问看 有几个讲的出来的 我不讲谁 你去问问看 我跟你说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 你要记住了 碰到一个师父不容易的 就这么简单 碰到一个好老师也不容易的 我跟你讲 是师父 就是师父 这个世界上就这么大 几个高中大的 掰着指头 数一数就知道是谁 就是这样 我明白 师父 我们这个人间 这个人间也是这样的 讲心里话 真的 你要有其他的都可以 要有智慧的 没几个的 对对对 要有智慧 听得懂吗 有智慧的人 听得懂听得懂 不会乱讲话的 有智慧的人 不会乱预测 有智慧的人 不会乱 乱 乱 乱讲 别人不好的 真的讲别人法门 讲别哪个人 不好的 这个一定有问题 对对 好了 明白了 明白了 好 师父 今天的问题 到这 感恩师父 感恩观世音菩萨 是